《理財想法》 又來到《理財想法》這個環節 請出我們的嘉賓 成家博客導師林Sir 林Sir有時候買樓的時候 剛才之前幾集都說過 要看地區、看內隆 就是那個房子的設計等等之外 其實是否還有些細節可以留意一下 例如有些肉眼或者表面上 都不是那麼輕易看到 是的 今天講過很多人都喜歡問的問題 就是看樓稅 我發覺跟很多朋友看樓 他們都很集中想知道家屋有沒有樓稅 也有些人可能真的打爛沙盆問樓 問經紀或者他夠膽問業主 家屋有沒有樓稅 其實先說樓稅是一個進程 一家屋由收樓開始 由於你買二手樓是買現狀的 所以那間屋由你收樓開始 都不斷開始在樓稅 所以你問那個業主 家屋有沒有樓稅 其實他回答你都很兩難 這樣 還有買二手樓留意 是買SXS的 即是現狀的 而現在的樓稅現存的樓稅 你是要… 自己看了 你是要自己看 還有如果你決定買 你是要一拼買入的 當然我們可以在它… 即是怎樣自己看 還有怎樣分辨到一些較為 嚴重的樓稅 還有有些是根本沒有什麼 樓稅的樓 是真的可以分辨到的 我們已經在這個 slide 講出了幾個漏水的圓空 大家可以作為一個類似的 檢查列 在看樓的時候大家留意一下 其實看一家屋的漏水 多數都要想一下 水在哪裡來 那作為一個住宅 你會離得到水的地方 不外乎窗邊有水 或者如果你是用窗口式冷氣 你的冷氣槽附近是會漏水 另外就是你的廁所會洗澡 會洗手的 那也會漏水 另外就是你親愛的樓上的鄰居 滴些水給你 是 當然我都見過那些個案 是樓下的水 不知道為什麼 它可以弄到向上樓去滲回去 不過這個就太少見了 通常水是由樓上給你 還有窗邊爆了水管 很多人是超過了 留意窗邊如果爆了水喉 你不會看 可能你看那時候 那個喉已經沒有再流水 即是已經沒有爆 但問題是其實之前爆過的水 尤其是咸水 如果它滲了入你家屋的牆 其實就算它弄好了 那些咸水都會令到 牆內床的鋼筋是山壽 是 鋼筋山壽會導致那牆 石屎剝下的 因為它鋼筋山壽 就會發脹了 而發脹了就會逼掉那些石屎給你 那嚴重的話 那那些石屎如果剝下 它是由頭殼頂剝下下來 就真的會打穿小朋友的頭 那大家小心 現在的片段在看什麼呢 也都有一件事要重新 看樓就 看樓水也是 不要太留意屋裡面的情況 當然我們都精選了 這些是一些比較嚴重的 流水流片段 這些又明顯一些 這些是很明顯的 其實看得到 坦白說都未必有人 都未必有人肯買的 不過我們為了解說一些情況 就給一些明顯的片段 你看的 這些是精選的嚴重流水片段 那 這個就是石屎剝下 它是游身 不過其實它有嚴重剝下 都因為它裡面的石屎變了質而至 那其實呢 剛才看過 看樓其實要看水是由幾個地方來的 那為什麼可以看得好它呢 比如你是看窗邊的 窗邊呢 如果窗邊嚴重到 你就這樣站在屋裡面 都看到窗 窗邊是有水質的 那些窗已經是挺嚴重的 但其實很多時候 是未滲得那麼嚴重的 你想看或者看得好 你還要多拿一塊鏡 你走去窗邊 然後用一塊鏡 反射回外牆的窗 好像現在不是在看外牆 對不起 現在這個是走廊 但是說回剛才那個題目 其實你有一塊鏡 可以看到外牆 紙皮上沒有剝下 和沒有滲水 這樣就會讓你看得清楚 是 就是不用伸頭出去看 千萬不要伸頭 但是你用一塊鏡 或者找一個人抓住你 找一個經紀抓住你 另外 這個是在走廊裡面 你看不見 走廊裡面地上的磚 是換了白色 是 其實如果你看到一間屋 你可以看它外面走廊 如果看到這樣的情況 不太不少 代表它換了水渠 就是用白色的來鋪回 是 因為其實一間屋裡面 如果喉嚨太久 確實有機會爆 但問題是 如果你看二手樓 你不可以找探測器 或者去鑽開它的渠 看看究竟它的渠 是否漂亮 但是如果你看到它 那間屋伸延出去 去到走廊位 那些食水喉 都應該換過的話 很大機會 它裡面的渠都是新的 因為很少屋主會這麼有趣 只是換屋外面的喉 而不換入面 是 換過會比較放心 另外就 剛才說過 例如 另一個入水的地方 就是廁所 廁所附近的牆 那確實是高危 那其實怎樣可以看到廁所 有沒有流水流出去呢 那廁所附近的牆 如果有水漬的話 那就確實很大機會 就是可能它原本的棋缸 或者浴缸 做的防漏不足 那如果真的有時候 有些水漬 那這些就很難救 因為那些水已經滲到牆 牆的磚 已經濕度是逐漸飽和了 那你不可以抽乾 磚裡面濕起它 那但是有時候那些樓 那業主也都會 令到 做一些微觀情況 令你難以觀察 就是那個屋主 譬如它什麼裝修都不做 好像剛才那些這麼赤裸 讓你看到它漏了水 那你就只有讚賞它的誠實 是 但是有些屋主就會醒目一點 例如它可以在廁所附近的牆 還有一些深色的磚 鑽緊一些流水的情況去 或者我見過一些無理性 沒有教委 沒有誠意 大家都想整整 就是找一塊長一點的木板 釘死在牆上 是 其實你如果看到這些情況 你如果牆就在廁所附近 或者廚房附近 或者在水喉附近 你就要留意一下 其實它是否因為掩飾某些東西 而有這個舉動 那說漏水說到這裡先 好了 那大家要留意這些細節 好了 謝謝林Sir這麼詳細 如果大家都想問一下 林Sir的投資意見 都歡迎你們發電郵 或者WhatsApp給我們 把你的情況告訴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